南非慈濟之宫前两趟去马拉威 都是搭乘飞机 这是首度以搭乘巴士的方式 执行第三次任务 途中还要经过 星巴威莫三比克 2400公里 三天两夜的长征 这次远行不仅 关卡重重 而且沿途炙热天气 让没有冷气的巴士 如同烤箱 事前准备的食物与饮水 在半路早就喝光 下车捕获 还要小心猖獗的盗窃 入境马拉威时 还因为杜绝走私检查超严格 整整五个小时才入境 历经种种波折 终于要展开第一天行程 却又突然碰上超大雷雨 只能占地在加油站 风雨生信心自免 好不容易抵达马庆杰瑞社区 一路在小卡车后方 开放空间的阿嬷及慈激志工绿度 下车很吃力 志工们找来轮胎当阶梯 虽然平安抵达 但是考验还没结束 住宿地方没水没电 又饿又疲累的志工 费尽力气借了两个炭炉 学习生火烹煮 这一路难行能行 爱的种子早已发芽 第一次访试时 志工协助修缮的 爱丽尼斯奶奶 也来帮忙分装玉米粉 在偏远的青沟贝村庄 每访试一户都是翻山越岭 志工跪着 恭敬送上玉米粉 福慧红包 还有从南非带来的二手衣 几天下来没人喊累 只有满心欢喜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天 我们有很多人 每个人都很愉快 我们很愉快 千里长征 克服难关 希望带动更多社区志工 互助互爱 用爱翻转未来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拉威报道